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0日 星期五 今天大肆又比較短 不過也發現現象 港姑本身真的不要跟外面走 特別是美股的行程 也可以解釋一下美股昨晚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昨晚我都很晚才睡 所以今天很晚睡 因為我最主要是昨晚 我想是一兩點才睡 因為有時候會看美股 或者自己要晚上的私人時間 也會看資料 自己的興趣 但昨晚見到美股在1-2時的時間 突然急跌 跌大概250多點 那一下就馬上看看發生什麼事 話說參議院 對於特朗普的稅改 有些事情似乎是有意見 例如在減稅的日子裡 原先是夏年開始 會退到2019年 稅街 原先是減化一點 分為三級 他們的希望分為七級 所以反映到參眾兩院 對於稅改的分歧 其實是很大的 如果要討論 我便要花點時間 所以 以至到美股那邊 有一個比較大的震盪 因為大家聽見 都聽到我講得多了 就是說 因為稅改 令到美國企業 本身 可能在盈利方面 EPS 因會股的盈利方面 是會提升了 所以 如果一旦稅改 延遲的時間 這個數目 是有機會 真的會反映 所以對於美股的震盪 是大的 這一下 大家可以說這一下 令到美股有大的動盪 但是 港股這一邊 今早就不要理 也解釋一個現象 就是 其實現在港股最重要 就是一些筆水 肯不肯下來 買一些比較大值的藍籌 例如 好像 騰訊這些 騰訊好的話 那市場又不會差 因為始終 它叫做頂著市場 這就是現在港股一個 比較特別的情況 所以你說 港股能否破頂 甚至乎 再衝上去 關鍵在於 騰訊能否頂得住 以及 A股的行程是怎樣走 你剛才找到騰訊 昨天晚上的時間 這個首九的表現 一般 它的股價 在最高峰的時間 升了一乘四 但是很快就下來了 而且 最簡單的時間 也是升了一乘四 而且昨天晚上的時間 守護 其中一個叫股東 股價也是差 所以我原先預計 今天騰訊的股價 都比較差 不過 比較平穩 但是 焦點 就放在下星期 那個業績上升了 我想它的業績 也不會太差 但是股價 有沒有機會 在年來的時間 再衝高 業績是一個關鍵 大家都可以說 是消目以待 至於新股 我想新股 大家都會比較乖 剛才的股價也是 如果大股市本身 我預期也是 如果騰訊好 如果A股爭氣的話 CLC29005 應該就不難 但是再上 就真的要看下局 外面的氣氛 就不離開 今天也可以說一些股份 因為 我想大家都會比較關注 比較有興趣 就是一些新股的行情 特別呢 就是這個 叫做 哪一隻呢 雷蛇 雷蛇 有些朋友問 現在究竟是 追不追貨 又或者是 高公買賣的策略 我自己呢 就抽中了兩手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下個星期 可能 一會兒有暗盤 因為現在錄這段影片 錄完之後 我都要出發去荃灣 暫時還沒有暗盤價 但是 你可以說 以之前的情況 你預計 升幅大約兩成左右 即不算很多 我自己又基本上 採取的策略 就是 可能星期一的時間 看到價 可能兩三成六左右 就先沽了 因為我自己對雷蛇的看法 就是那個業務的發展 你說是不是很樂觀呢 未至於是 因為我經常都說過那句 你說硬件沒錯 可能他們發展是一定的優勢 這是真的 但是硬件本身 可能面對著的挑戰是大 所以我自己 如果你說兩三成的升幅的話 可能我都會先減辭 你說買貨 可能你說追貨的話 我覺得又不需要那麼急 其實這次的定價 我覺得有點厲害 他又不用上限定價 用一個比較上去中間的定價 變成說 上市之後 他應該按道理 會有一定的升幅 你說三成左右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 所以有三成的升幅的話 我應該都會可能 考慮一下就先減辭了 但是買貨的話 我就寧願不買貨 我寧願 減回其他 去再部署 會好過了 這個是 雷蛇的策略 還有今個星期 這個下星期的時間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其他股份 例如說一些 海耳電器 我昨天好像有說過海耳電器 這隻股份 因為這個 雙十一 我覺得對於這些電商股 是有幫助 當然 明天大家有些今晚的時間 大家有空間 睡不著的時候 都可以開電視 我想很多內地的媒體 也好 都會說一下淘寶 那個成交額 即出貨額的金額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因素 但是我相信 這些前景 是樂觀的 是理想的 所以都可以繼續 叫做部署校 另外 講一隻 大家可能會關心的股份 就是粵文 其實在昨天的時間 我不知道有沒有錄音 說到這件事 就是說 我說的頂頂 一一零 起碼今星期的時間 還叫做一一一零 這位突破不了 暫時來算 我也算是對 前景方面 是樂觀 我也是買去的 但是 似乎這些位置 我不會建議大家買 反而還有一隻股份 今天大家可以留意著 是這個順雨 我也有課 因為 我想今天 大概六點多鐘 即是 我轉彎講座的時候 可能都會公佈出來 就看看這個 恆之貴檢 有沒有機會 會轉到這個 即是藍籌 按道理 機會是一半一半的 因為始終上一次 已經是轉過一次 那麼 會不會這麼快又再轉過呢 機會就似乎又不是這麼高 所以大家有平常心 不過論它業務的發展的話 昨天都說過了 我是比較 覺得去到業務表現是不錯的 不過是今天的時間 瑞星 又真的猜不到 我價格的表現 真的太過誇張了 特別是在這個星期的時間 所以都沒有的 大家 我自己有些 情形是有些過分地 可能你說 這個瑞星比較差 我承認的 但怎樣也好 我自己會覺得 信用的前景 都會比較好 所以那一手貨 我暫時都會先拿著 今天就說到這裡 先說到這裡 這兩天假期 我都會好好插插電 還有呢 我都有些預告先 其實我都跟同事說過了 今年或是 大陸的時間 我都會看一下 可不可以找到一隻港股 一隻美股 作為下年的重心部署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今天就說到這裡 祝大家假期愉快 拜拜